大家好,歡迎收聽理事台 趁著球衛完結就休息了一段時間 這段影片回來想跟大家說一下下季轉會槍的球隊如何操作 其實我也是一個實務主義的人 所以也不會提出太過不切實際的建議 都明白FHG是不會花大錢的 如果準備買人要花錢的時候 都一定要賣相應的人數才可以做到 所以我都會盡量以這個方向來講我以下的轉會方針 首先說一下門匠 相信這個都是轉會操作比較簡單的位置 因為正選的門匠艾利神的地位都肯定不會被人動搖 而阿祖安已經續了約兩年留隊 作為副選門匠留在隊中 相信最有機會變動的就是 我們22歲的愛爾蘭門匠基里卡 今季艾利神10月初的時候 曾經因為受傷而缺陣了一段時間 正當大家以為副選門匠阿祖安會出場的時候 突然22歲的基里卡就上來做正選門匠 而且他踢的兩場歐聯和一場聯賽 都取得了異勝一和的佳織 三場合共只是失去一球 表現就得到了大家的讚賞 憑著這幾場表現就正式搶走阿祖安的次直門匠地位 最終今季是有5次的上陣紀錄 相信大家都會繼續想他做阿祖神的副手 但是年輕人始終都會想有恆常一點的上陣機會 如果有英超級數的球隊想外借他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用阿祖安做回副選也可以 不過按照現在的全民看球隊是不準備將他外借的 所以來季都預計他會繼續留下做2號門匠 而阿祖安就做我們的3號門匠 然後來到中堅的位置 球隊一完季後 我這麼快就買了來自RB努比錫的22歲法國中堅 據聞是動用了3,600萬磅的解決條款 而球會都確認了 是不會啟動在1月由史奧克04外借過來的卡巴克那條1,800萬磅的買斷條款 不過即使不買斷卡巴克 其實球隊手上都有不少中堅的人選要處理 而三大上季的中堅雙兵 雲迪克、祖高美斯和馬迪普 都已經在剛剛的球隊季前操縣復出 馬迪普已經是可以去參加有賽 而雲迪克和祖高美斯都還差一點 需要一段時間去恢復狀態 但相信在球季開初一個月後 都可以上陣 所以連同新加盟的干納迪 還有今季季尾頂著後防線的清雲法當 菲利普斯和賴斯維尼布斯 還有存在感極低 但由1月時加盟的賓達維斯 總共有7個人 所以肯定都要對他們有些取捨 雲迪克、祖高美斯和新加盟的干納迪 這三個相信都是下跪的鐵膽 而賴斯維尼布斯也明顯質素不足夠 消息指下季被外者之低組別的機會 是很大 所以都是看盟迪普 菲利普斯和賓達維斯 是要怎樣處理的 而菲利普斯今季尾 其實被位二重任以來表現都不差 而且是球隊清分這個很明顯的優勢 雖然技術含量和速度都是有點不足 但利文門也是會被他的鬥心感動到 所以如果有機會可以把他留下來做第四選 其實都是不差的 只要他不介意上陣經會未必太多 但是當然這個夏天如果將他放手 相信是會拿到最高的價值 因為夏季如果想人少了你再想賣回他的時候 就真的價錢自然叫不了那麼多 但是私心底下都是會想看到他留在你記錄繼續效力 而馬力普的傷患問題就真的太嚴重了 雖然他會設伏出表現的時候 都是可以踢得很好 但是再高質疑球員不能夠出場 都是沒用的 這兩季加起來才踢得25場實在太少了 所以這個玻璃貼的名號都貼上他身上了 趁他現在29歲還有市場價值的時候 就把他放走應該就是最好的了 而賓達維斯雖然加盟的時候 大家都對他沒什麼期望 今季又反覆因傷而沒辦法獲得任何一次的上陣機會 但是始終他都在普雷斯頓的踢英冠的時候 做了主力很貴的 原本西奴迪那邊 都想季尾免費簽入他 相信戰鬥力 都未至於太差 而球隊一月的時候 直接買他回來 相信球隊未至於 完全沒用過 就會直接把他放走 而現在的消息大部分都說對他的未來未有定案 而賓達維斯自己都很想留下來爭取他的機會 或者讓他和菲利普斯一起競爭一個第四第五中堅的位置 都是可以的 買回來也要給他一個機會證明一下自己 所以我個人會以雲迪克、祖高美斯、干納迪、菲利普斯和賓達維斯 去組成下跪的五個中堅人選 不過這些都是個人意見 因為近來經常傳說 菲利普斯想拿到常規的上陣機會 而球會也願意以1500萬磅的價錢出售他 所以最後FSG的組軍可能是不買馬力普而改賣菲利普斯 不過當然要看看有沒有買家接到手才說得到 然後就到右閘位置 阿歷山達亞諾的位置當然是穩如泰山 而後備右閘力高威嚴斯 講真質素就是不夠好 我以前都提過他作為一個逆風球員去轉型踢閘 明顯位置感和防守力都真的不夠水平 每次他出場都會覺得很危險 而歐洲國家球時踢威爾斯都見到他有不少失誤 16強時對丹麥就一個解圍球 直接踢了給對方的前鋒球員 就塞到威爾斯的第二球 就算分組賽時踢閘位 我亦都經常見到他是走掉了遠處的球員 其實被人爆過的機會上升得非常高 所以整體他的表現都真的不好 所以現在有球隊對他有興趣 其實放售也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全球可以收到1000萬磅的話 其實真的是一個好處 不過問題就是要有球員填補回右閘體寶的空缺 但是現在就有不少可靠的傳聞 都說就算球隊賣了力高威爾斯 也不打算補充回人手 可能會用回祖高美斯或者尖士馬尼組替攻 甚至乎提升一個17歲的北愛爾蘭小將 Conor Bradley上來去頂替回位 如果說真的這樣做的話 又是想踢死TAA 因為其實之前祖高美斯也曾經因為踢右閘而收Lead 他本身這麼異雙的體質 去踢右閘這些跑動高的位置 是比較危險的 而且右閘來說 祖高美斯的進攻能力都不夠好 分分鐘又是要找尖士馬來隊做替攻 所以如果真的賣力高威爾斯的話 其實我也是建議 應該要買回一個右閘位的替保 可能是年輕一點的球員回來 這樣才可以解決到這個位置的問題 如果不是阿歷山達亞諾真的想踢38場 踢歐聯那些才行 左閘其實跟右閘都是一樣 第一選擇的羅伯神都是穩膽 後備上季是用奧林比亞高斯加盟的 可惜這位25歲的希臘左閘只是踢了7場球 而羅伯神是要踢了38場英超正選 季初的時候 阿辛美卡斯也曾經確診過武肺 然後又有很多輕微的受傷問題 不過即使他下半季基本上都是健健康康 但大部份時間他都只是坐在後備直上 而聯賽都只是後備入替過兩次 合起來才能踢5分鐘 可能真的訓練的時候 表現是說服不了高譜 融入不了這樣 所以上年夏天的收購 其實真的完全起不了作用 其實上年買森美卡斯的時候 我都覺得已經不是一個算好的選擇 因為始終羅伯神都可以稱為世界上最佳的左閘 要做他的後備 其實都預算出場機會是少的 如果買過當時已經24歲正值聖年的球員 但其實又沒什麼機會讓他上陣 那就真的不算是一個好選擇 所以上年我比較之前買像茶木里維斯 這種只有22歲的球員 比他跟著羅伯神Tag 一兩季後備都完全不會有問題 而現在森美卡斯這種年齡 如果連續兩年都沒什麼出場機會 當初用1175萬磅買回來 就很難去到轉售接近的價錢 變相浪費了 因為Fsg差很緊的轉售資金 其實今年夏天都傳過拿波利 是有興趣借入森美卡斯的 但其實我們隊內都沒有一個阻集的大寶球員 如果為了借走森美卡斯 而再買一個新人回來 又是很浪費的 所以不如最直接都是 保留森美卡斯多一季 希望他今個季初的集份 都可以令他 可以融入得好一點 而且季初的比賽 就沒有季美 長長都是要 必須要取勝 才爭取歐聯資格 去年真的太緊繃 沒有機會讓他出場 相信今季的季初 都會有更多機會 讓他嘗試出戰 觀察多一年 才再決定的前途 就比較好 中場方面 如果只是數人頭 也是算多的 即使走了我們最健康的鐵人 韋娜杜姆 其實還有神軒 泰雅高 法斌奴 詹斯米娜 基達 張伯倫 居力斯宗斯 還有上季 我們借去波圖的古蹟 都會回來 只計人頭的話 就有8個 但其實又夠不夠用呢 都可以肯定是不夠的 因為其實上季我們都是用這些人 但去到歸尾的時候 中場就傷了神軒 基達 以及居力斯宗斯 正選 基本上只剩下鐵膽的法斌奴 泰雅高 和米娜杜姆 基本上 都是他們三個踢 周不時就撕 詹斯米娜 進來頂替一下 而 張伯倫雖然也沒有傷 但坐後備多 和頂隆換進來 都是踢最後的幾分鐘 真是得不到 高普信任的情況下 可見我們中場的兵力 真是不足 而今季 還要沒有了 惠尾尾道姆 全部中場之中 出勤最高的球員 因為他們38場英超 都有上陣的鐵人 如果完全沒有補強的話 中場的兵力 真是會令人擔心 而神軒 泰雅高 和法斌奴 可以說是現時陣中 最強的中場三人組 如果來季 看見他們三人一起正選 相信戰力都會很強 而詹斯米娜 是一個多功能的替補 而且保都未老作為副隊長 也是一個球隊很重要的地位 而居力斯中斯 上季都佔多了上陣機會之後 相信來季都會繼續佔多重要的位置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踢得不差 而只得20歲的他相信都會重點陪伴的球員 所以一定會留在這裏有一定的地位 而這裏 數到有5個球員 在中場的地位是比較確定的 而基彈和張伯倫 其實都是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泰爾受傷了 他們兩個加盟都分別是3年和4年 那張伯倫也好一點的 起碼加盟第一季他其實真的很厲害 但是因為他一次嚴重失傷之後 就真的沒辦法重拾回最佳的狀態 即使上季下半位其實沒有太多傷患 但是在人手短缺之下 都是不多出場的機會 其實都是時候要想一下他的去留 而基達就更慘 就是因為他從來都未試過一段長的時間 有好表現得出來 而大家都期望他在中場可以發動到攻勢 可以令到我們有更加高質素的進攻 但其實這三年來都只是偶有佳作 就很少連續踢得好 加上他斷斷續續不同的傷患 都影響著他的發揮和上陣機會 他們兩個這幾年其實都真的令人很失望 而且他們兩個都只剩下兩年合約 如果今年都不放售出去的話 來年夏天的價值就更加低 分分鐘最後又是要等到 好像衛琉道姆 又不同的軸腳 但又唯有勾到最後原約 免費離隊 其實就更不划算 所以如果有offer的話 我覺得 這個夏天出售 他們至少其中一個 都是一個選擇 而股積基本上都預算他不會留下 25歲的他之前三季半分別外借 去英冠易卡利夫城 兩季去了德甲哈法伯林 以及上季去普超的波圖 一直有傳 球隊都是想以1500萬磅的價格出售 波圖亦有興趣買 但暫時他們未夠錢 說要賣人去到酬銜 而曾經效力過兩年的哈法伯林 亦有意正式把古蹟引入 而二甲方面 也有薩斯索羅 有傳過想要他 所以相信留隊的機會 不是太高 就算基達和張密林斯坦留得一個 其實我們只有6個中場可以用 所以都很需要買多個中場來補強 現在都傳出了不少的匪民對象 好似馬體會26歲的西馬俄中場 沙烏尼古斯 和23歲效力里爾的 葡萄牙國腳連牙到山提士 這兩個是傳得比較行 以及可能性比較大 而其他好像李斯特城的中場 迪拉曼斯 比較貴 阿士東維拉的中場 麥堅也有傳過 這兩個都是比較貴 而其他好像 伯利頓的中場 比蘇馬 無信加派的中場 柳侯斯 這些都是傳過的 但就不算是 有進一步的消息 相對沙烏尼古斯 和 連牙到山材士的機會性 就再低一點 甚至有傳過 FSG 想著不變應萬變 到沒有走 都不保強翻譯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就準備重蹈今季 中堅人腳不夠的覆轍 上季都是買完 勞夫雲 就不保強的位 搞到今季的中堅問題 出現了 所以希望球會 真的要買回中場 來補回那個洞 而且 瑋娜杜姆 是38場 踢足的主力球員 你是沒辦法 不補回這個位 前線方面 今季都是靠 三叉戟和 早達 後面 還有沙基尼 和奧力智 但他們兩個的 上陣機會和表現 都真是微如理想 而他們兩個 其實都是 已經很多次 被人說要放走 但一路 球隊要價 都是太高 所以就買不出 才留在這裏 所以 其實都給了 不少的機會 他們兩個 證明自己 但是一路 都真的不能 可以說服大家 他有能力留下 所以這個夏天 都應該真的要斬籃 才行 我其實已經 不再對他們兩個 抱有太大的期望 而歸隊的借帳 我們有 去了修咸頓 的南野拓實 去英冠 暴力官流浪 的Havy Ellis 以及去 卡力夫城的 Harry Wilson 他們三個當中 以南野拓實 以及 Havy Eliot 比較有機會 留隊上陣 Eliot 基本上 他現在 都是全會 留隊 準備做前線的 替補 而今季 季前集份 都看到 大家 球隊 對他有多重視 而南野拓實 愛借半季 去修咸頓 表現 不錯 但是高普會不會流用他 其實都真是未知之數 因為他的表現 在球隊中 都不算好 據問修咸頓 都對他 是挺有興趣的 球隊也有傳出 如果價錢合適的話 都可以 將他放手 所以看來 要看一下南野拓實 可不可以在今季的季前 熱身階段 吸引到高普 將他留下 不然他離開的機會 都不小 而Harry Wilson 這個年輕人 其實都說了很多年 我以前覺得 都可以給他一些機會 但是 現在我覺得 他的前途 在球隊中 都比較敏碎 雖然 去到英冠上季 是有助攻 12個 就排到 助攻榜 是第2名 但是去到歐國盃 都真的 沒什麼機會表現 而且 吃了個紅牌 雖然有點無辜 但是 其實之前 就算 踢 搬尼茅夫 在英超的表現 都不是特別好 所以 要留隊 相信 都未達到 那個水平 而今年 他都已經24歲了 看來 都應該找回 一個 他最 穩陣的落腳點 始終不可能 一直不停 我會借他去不同的地方 對他的發展 都不太好 所以正式轉會 是會有利於 他個人的發展 有傳 英超的星巴馬 賓福特 以及 鋼班的英冠 西暴朗 都是對他有興趣的 而球隊 索價 大概1000至1000萬 未知有沒有買家 是真的可以 mash 這個offer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球隊應該 前線組 會有三叉擊 迪奧高 早彈 藍野托使 或者在 和 R.P.Aliance 可以用 其實三叉擊 換代的 迫切性 都越來越大 其實上年夏天 我已經提過 應該要開始換 而今季 他們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三個人 都29歲 而且費明爐 和文尼 上季的表現 都明顯下滑了很多 三個人合作了這麼多季 都有點 扯乾了的感覺 如果今季不是有地獄高 早達 其實真的 成績 可以再差很多 所以 再過一兩年 他們的稅數 去到三字頭 就更難以 直由出售 他們去換取 買新人的 鑽匯資金 最好今季 我覺得 有機會的話 當然 就是買其中一個 去幫 前線換一換代 其實 前線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真是說了很久的 就是麥巴比 他很大機會 都不會跟巴黎續約 現在他的合約期 都只剩下一年 但是 如果要FSG 出一大塊錢 去買他 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最大機會 都只能在 下年 他 麥巴比自由身 才有 一點 機會 但我不會 抱太大的期望 在麥巴比 這個球員身上 而其他傳聞 就好像有 歐國杯 為荷蘭上陣過的 PSB 現豪分 22歲的 前方 馬倫 還有19歲的 比利時國腳 效力 女恩的 導鼓 這兩個都是 傳過的 但就未至於有 很實質的 消息 說球隊想買 馬倫 的機會性 相對大一點 因為傳出來的 次數和可信性 都算高 但就未有 說球隊想 真的出價去買 不過 也有傳 多蒙特想買馬倫 去代替 已經加盟了 萬聯的新組 所以 其實球隊面對競爭 如果想買馬倫 這個球員 所以就算 球隊想買 一個新的替堡 都未必是 那麼容易 或者可能要等 其他的 傳聞對象 開始 浮現 才知道 實質目標 是怎樣 所以 暫時來說 我個人 預計 都不會換袋 因為 FSG 都不像 會想這樣做 我覺得他也是想 保持三叻擊 到下一季 暫時來說 想封前線 換袋 是屬於 我個人的期望 都不會換 不過如果賣了南野托實的話 的確都需要買一個 比較年輕的替堡球員 我相信 馬倫或者 杜古都屬於 這種 年輕有潛力的替堡球員 最後 分別說完每個位置後 我都會總結 個人對轉會操作的建議 那就不代表 球會真的會準備這樣做 我個人的看法 買人 都是以暫時來看的 全民的建議 不過始終 經常都會有 突然出現的 全民對象 所以 都預計了 不會準確 我都會加一些描述 去說我想要補強的位置 和類型 是甚麼球員 首先說 買人方面 買人方面 現在確定了的 就是 法國中堅的 哥拿迪 就用了3600萬 而我另外再建議 就是買一個 主力的中場 頂泰華納道姆 就預計是 4000萬 我暫時 推薦的人選 就是沙歐尼古斯 或者連拿道三提士 而第二個要再買的球員 就是一個後備的年輕右閘 因為我預計 想買了力高威廉斯 之後就用1000萬磅 左右的價錢 買一個年輕的右閘 回來做梯寶 最後一個就是 一個前線新星的位置 預計大概會用4000萬磅 我建議的這三個新購入的球員 連買之前確實了的 Cornadick 就會大概用1億2600萬磅 而賣球員的方面 首先球隊已經有兩宗交易 已經達成了 就是 波蘭門將加巴拿 以300萬磅 加盟了 哥本哈根 加拿大國的易鋒 Lion Muller 其實都以 130萬磅的價錢 加盟了 瑞士超級聯賽的 巴蘇爾 其餘的操作 都是我個人希望作出的 首先就是 馬力浦 因為雙環問題之前也提及了 大概2000萬磅 可以賣得到 而力高威廉斯 1000萬磅 所以加上中場有估值賣1500萬磅 而章馬倫或者基達 兩個人 視打一個 希望賣到2000萬磅 Harrie Wilson 賣1500萬磅 然後 沙基里和奧力子各賣1000萬磅 還有一些可能 比較少提及的 一些年輕球員 就好像奧祖 預計可能300萬磅 放在他 最後要提及的就是 艾和尼爾 這個 尼利亞的前鋒 其實已經在球隊裏面 很多很多年 但是他一直因為工作證 問題 就不可以在球隊裏面上陣 所以就不停外借出去 而上季去到免恩斯 其實都踢得不錯 不過 即使今季 他獲得工作證 但是看來 球隊未必會留用 預計如果真的可以買得出的話 現在的傳聞都是說 會800萬磅可以買得到 但是我覺得 萬一 真的找不到 什麼賣家 去出這個價錢 我覺得都可以 嘗試留用 因為 最近看到 季前操練的照片 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 大隻的 球員 其實如果 如果球隊可以 覺得 留用 奧力智 都可以接受到 不如我留用 這個 艾和尼爾 起碼 他是一個 年輕一點的球員 也有 身體得數 在德甲 都展現過的能力 我覺得 比機會 一個新的球員 好過 再比機會 奧力智 這些 留了這麼久 都沒有進步的 所以這個 我暫時都放在 這個賣人 list 但是我覺得 仍是值得留意 會不會有機會留下的 一個球員 計算完 剛才那一堆人 大概可以買到 1億1530萬磅 因為有 130萬磅來自 Line Miller 交易 所以有些 零丁少少 但是在這個 預算下 我計算出來 球隊大概用1000萬磅 就可以了 同時可以 壓強陣容的深度 和年輕化部分的位置 相信如果能夠實行 都是一個不錯的 轉會操作 來到最後總結 其實 Fsg 今夏天 感覺都不算太活躍 因為他們一向都是崇尚於 季前 熱身 之前就買好 那些人 但是今季 只有江拿迪 一個買了回來 而很多可靠的報道 都只求他 雖然是想買前線 和中場的替補 但是 就要靠賣人 籌期才能買得到 所以即使我做了這個建議 其實我都預計 不會太多實行得到 另外 預告下條片 可能下星期再做 題目就準備說很多利迷都很欣賞的體育總監 Michael Edwards 大家都認為他可以達成很多神奇的交易操作 我會幫大家看看他做過的一些風工遺跡 但是呢 都會說一下這個神雕俠 其實是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神奇呢 那就下集再和大家聊一下吧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的分析 看完可以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我們是不專業研究所 下次再見 三二十三 4